最近最新的消息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大众和渣打银行都取消了原本要实施的账户管理费 不过现在账管费不收了 却传出了银行变相的开始收取零贵的交易手续费 只要是300万以下的账户 那么零贵的存领钱不满15万 就要加收50块到70块不等的手续费 账管费已经取消了 也就是说民众不必因为担心 他在银行里面的钱不够 而每个月每个月被扣账管费 可是现在民众的反应 我们去了解 我们的汇丰银行 是不是还有其他银行 不但依旧有账管费的收取 甚至于更变相连 民众在银行提款也要收钱 原因是说如果你的存款 你每次提领的金额低于15万的话 那么他就要给你收取70块的手续费 民进党立委黄伟哲痛批银行 不收账管费之后却变相的加收零贵手续费 面对外界的质疑 银行则表示说 账户金额低于300万 零贵存领金额不满15万 要多收手续费 是希望民众能够多多使用ATM来存领钱 但也有民众抱怨说 银行为了要节省人力成本 要求民众透过ATM转账 除了会造成老年人不方便之外 也可能会使得诈骗集团更加猖獗